今天我來跟老師學習的 以及做的一個蛋糕的名字 就是氣氛蛋糕 那接下來要幹嘛 我們來分蛋黃 氣氛蛋糕是分在哪 所以我們要把蛋白跟蛋黃分開 輕輕地敲一下 你看這個敲破了沒有關係 好 又溺出來了 好 是不是這意思 對 非常好 不錯 比我做的好 這個是蛋清清蛋黃 蛋黃裡面我們需要先把它用手動的蛋抽打散 砂糖可以倒進去 現在把它攪散以後 就可以加入玉米油 氣氛蛋糕的油不能用有味道的 所以像花生油都不可以乾 橄欖油咧 橄欖油有自己的獨特的味道 你要用這種沒有特殊味道 就叫玉米油 那我們這個攪拌大概要持續多少時間 就是把它攪到很順滑 好 匀了就好 大概一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牛奶加入 也加進去 好 好的 加牛奶之後看起來真的要好很多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到一邊待用 嗯 待用 這個低筋麵粉我們需要篩到這個 這個液體當中的 然後這個用法是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網篩拿起來 嗯 用手這樣輕輕的把它摔下來 哦 這麼出來的話好像是要 是要那個 好看一點 對它就會更細 嗯 然後我們把粉一下全都倒進去 然後再繼續攪拌是嗎 對 然後我們把它上一邊待用 就可以開始製作蛋白霜了 這個 蛋白霜 你最喜歡的 蛋清 電動蛋白霜 哦這個 對 蛋白霜是起到支撐這個蛋糕蓬鬆這個作用的 然後糖是分次倒入 讓他們看一下第二次打出來是起泡泡的 然後我們還是這麼順地打哈 對 好 然後我們把蛋白霜跟蛋黃糊進行混合 我們先從這裡面取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攪拌這樣可以的嗎 可以了 然後我們剛才三分之一的蛋白霜跟蛋黃糊去混合了以後 我們再把它全部的倒入到蛋白霜的盆子 蛋白霜 好 哇哇哇 看著好想吃 那我們來混合剩餘的蛋黃糊跟蛋白霜 也是這麼做 好 這樣 反方向一個順時針一個反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倒入這個蛋糕的模具中 就可以送到模具中了 我喜歡甜 也喜歡品 因為在家裡面 待家的時間比較短嘛 其實自己也很想買一些這種工具 真的是可以做甜品的工具 對 所以現在在家煮的一般都比較簡單的 什麼綠豆湯啊 配點紅棗啊 還有什麼泡點枸杞啊 什麼這種 對 就比較簡單 三項菜 就三項菜 就三項菜 我做最好就三項菜 哈哈 開玩笑 有雞湯 還有那個 做海鮮 還有包粥 海鮮粥 對 這幾樣是朋友來家裡面吃完了之後 給到的飯會做最好吃的菜 嗯 念念不忘 對不對 大山蘭 哈哈哈哈 你們笑的時候 我看錯了 好 他打錯一個字 好 還有第二個 哥們兒 就讓你沒有機會笑我 沒有哥們兒 現在我們來製作這個蛋糕上的奶蓋 然後它是要四種原料 有奶油奶酪 白砂糖 就是細砂糖 嗯 還有淡奶油 嗯 還有一點點的牛奶去調節它的流動性 嗯 我們先把奶油奶酪放到這個盆裡 哈哈 小時候把它打散了 然後我們加細砂糖繼續打 然後這個蛋奶油我們可以分三次加入 分三次 加第三次之前我們需要再把這個盆壁去清理一下 清清理一下 這個就會的 嘿 非常好 嘿 掛 好了 然後我們這個牛奶倒進去是調節這個更好的調節它流動性了 好 這時候你可以不開打散器 但是你可以手動的 手動的 腳 腳 這樣講嗎 對就是這樣 手動的 你可以嘗一下它的味道 真的可以嘗啊 可以 好這樣 好吃嗎你自己做到 哇 天啊 哇 好好吃喔 這我自己做的真特別好吃 我給你們試一下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剛剛烤那個嗎 對 接下來我們要裝飾一下這個蛋糕 然後我們需要先用一個工具在蛋糕上 然後刻一個小的洞 對 OK 你可以在這裡先把它填滿 就把它填滿 非常好 從中間開始這樣畫圈 畫圈圈 對 畫圈圈詛咒你 好了 咱接下來這個步驟就給它弄平 是不是 對就是這樣稍微弄平 然後我們可以塞一些可可粉 像剛才塞那個粉一樣 我們可以離它遠一點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形狀感覺就出來了 對這邊 然後我們就需要巧克力的甘大雪 相信我 我手術快問題是 欸欸欸 嘿嘿嘿 好這樣可以很好看 好我寫個自己名字 好 欸 欸寫得好不好 就經常簽名就是不一樣 真的 最近好膨脹了最近 你這個 這個酸酸蛋糕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對你不要小看它 真的非常好吃 哇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哇 今天這個氣風蛋糕做到還挺算成功的 所以呢 天氣怎麼好 我們不如出來逛逛吧 嗯 讓你們感受一下北京最近的好天氣 欸 我怕她的過程 你就會不會吃我也會吃 也可以吃 這麼點心 鞋了 我覺得 很像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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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